新一厢双龙瀑布风景区的吊桥面板已经铺设完成 为了实际体验行走在这上头的感受 以及确定它的安全性 县长林明珍再度前来会刊 并且将这座以彩虹颜色铺设的吊桥面板 定名为七彩吊桥 县长林明珍也督促包商业者 一定要将吊桥以及桌边的建设打造的既安全 又舒适 双龙瀑布景区的新建吊桥已经做好 县长林明珍专程前来首次体验 除了觉得吊桥走起来稳固 景色壮观秀丽之外 也将这座吊桥正式取名为七彩吊桥 希望能够与丹大邻居中的七彩湖互相呼应 那么今天县长首先先第一次来走过这个七彩吊桥 非常非常好走又安全 同时我们到景观平台来观赏 这个瀑布实在高 水量又充足 整个山野四野的景观实在是非常漂亮 全国要找这么优美的瀑布自然的景观 可能首期一直就是双龙瀑布最漂亮 县长林明珍专程来走新扑设好的七彩吊桥 并且来到双龙瀑布下方 视察步道护栏观景台等周边设施的安全性 督促包商在元旦正式开放前 一定要做好景区中的安全设施 并呼吁民众不要再冒险走水管吊桥 因为媒体报导出去有一些网友进来都会走水管吊桥 那个水管吊桥的安全性是不怎么稳定 希望网友进来的时候一定不要走水管吊桥 那么等我们这个双龙七彩吊桥完成之后 你再来进来欣赏 因为是已经年久失修了 它有的那个锤吊锁是利用那个钢锁 匹库那个PVC 那个稳定性比较不够 而且它的那个坡度 它没有阶梯是下雨的话容易湿滑 虽然双龙瀑布与七彩吊桥以及周边设施 在元旦前确定可以做好 但双龙部落中却是呈现斑驳老旧的景观 部落认为 县府若是要做出让游客肯定的观光品质 双龙部落中的景观拉皮重整 就更是不能不做 记者郡舍线采访不到